今天和施生講一講經濟問題 施生在網上經常提到量化寬鬆 令物價一定會貴,空脹會高 物價未必貴 我認為資產價格就會升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 大部分人普通生活解決問題 手上的錢幣不是很少 不會去買豬肉 家裡雪櫃也擠不到這麼多 所以有錢的人擔心購買力蒸發 都是去買資產 所以普通消費物價不會高 那些不缺貨 如果窮的國家不電 每個人都去摔米 AM730之前做了一個小小的調查 我們去看超市物價 其實很多都貴了很多 我知道 這個還是相對少 你相對看美國的股價升多少 資產價格 那些互聯網股升多少 我的行家在美國上市 哇,升了一倍多 幾天而已 都不夠一個月 那些就叫做升 你那些升很少 我的就是跟市場調整 超市當然有些東西升 有些東西跌 但是現在我們的世界 在這些消費品方面的生產能力 是不差的 中國不生產 都還有越南、印尼、墨西哥、土耳其 很多生產出來 所以沒有人去儲存這些東西 大陸初初有通脹 大蒜都有人炒 現在哪有人炒大蒜 我們做的調查 其實很慘 只有兩個產品跌 一個是賜紙、衛生紙 因為有時期搶到沒有了 家裡有就賣不出 有炸都沒有用完 另一個就是清潔產品 不過這個不說 這個是可以估計的 我當時已經說 你們買這麼多回去做什麼 我相信現在港產口罩 都到處罵人要 施先生 我們剛才除了說通脹之外 其實我們今天要談的問題 就是既然這個量寬 就引致資產價格上升 但是工資、失業率、工濟前景 都是不好的 對於香港牛市來說 這個所謂一利一幣 兩個因素加起來之後 你又如何分析 沒有一利一幣 基本上眾多皆幣 眾多皆幣 大部分影響樓價的因素 除了貨幣因素之外 都是不利的 疫情令到經濟停擺 很多公司可能倒閉 失業率上升 零售業 不竟旅遊業 不竟很多飯都沒得做 這個經濟上 政治上 中美的角力 令到香港可能被犧牲 美國為了制裁中國 限制中國的發展 將香港一些傳統扮演的角色 都不讓他扮演 香港主要是起僑良作用 僑良另一邊都封了 香港很多事情要轉型 要摸索 這些限制都是不確定因素 另外社會分化 中美兩大力量 令到香港社會都差不多分成親中親美 社會政府的施政 每樣都不順暢 例如今次全民檢測 實際上得不到最好的效果 這些限制都是對一個地方的前景 帶來負面因素 房地產和不動產 一定受影響 為何這麼多不利因素下 房地產又不是怎樣跌 最近說跌少少都是跌很少 都在高位徘徊 是不是以後再跌下來 我見7月8月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8月份最傷是發展商開小款 對於我們來說 但是二手市場 是交投 除了疫情嚴重那段時間 難看樓之外 一好一點 看樓的活動是很頻密的 交投量是去到高位 我自己相信 你將來 九月份出來的土地註冊處的數字 主要是反映八月份的成交 會屬於高水平的 可能有七、八千宗都不頂 我聽中原的朋友說 其實現在的樓市租金跌得比較厲害 無論是住宅 有些都跌5%至10% 但如你所說 買賣價便沒有怎樣跌 工商店是跌的 而且跌不少 住宅租是跌的 但是買賣價便跌得相對少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我之前都說過 現在的現象 是叫做使用價值消散 加換價格便上升 使用價值消散 就是因為經濟不好 那些樓使用的時候 能夠產生的價值降低了 鋪賣不了 做不到那麼多生意 它沒有那麼高的價值 它的租金便會跌 但是由於貨幣供應增加 所以利息又低 人們接受低一點的回報都可以 所以鋪價可能都會跌 跌到某些位置 它可能會站著 現在有些鋪跌了七、八成都有租金 但是鋪價可能跌一半 這些是遊客區 如果你是本地消費為主的區 我最近都幫一個人的舖傾逐租 在街市附近跌了7% 正如今天好像在報紙上 超級市場的生意 其實是升了很多 那些影響比較少 至於住宅 我也很奇怪 交投量很多 尤其是一千萬以下 做到按揭那些 其實銀行已經收緊了按揭 借少一點 但是那些客人 都是有好一點的款式 都照追 那這批人 我估計是什麼人呢 我都市場上 當然有時會聽到有人移民 有人要離開 但是一樣 有人漏夜趕科場 他們可能覺得 香港遲些都是沒有什麼地方好去 香港能夠給予他的生活 他認為還是可以適應到 他覺得有一定的保障 他留下來 他有樓需要住的 他有一定的積累 那就繼續買 那個人是多到我出乎我意料的 就是我認為這些時候 那些人應該省神一點 但是都很多人買樓 如果這麼多人買 我就認為 就是便宜盤消耗一批之後 價錢就會站得住 我認為拆水的機會相對少 投資市場 你看股市最快的樓 你都要談價 交易很久 股市一不電便直拆 現在其實 很多不利的消息出來的時候 股市都是24000至25000的水平 你說是不是很高呢 相比美國就大落後 但是比原先很多人估計 我認為都算好 即是算站得住 那租金會不會有機會上升 我覺得沒有機會上升 租金和樓價的區別 就是租金反映即時用家的負擔能力 樓價因為是投資 是有長遠的因素 它可以反映未來 更可能有沒有機會轉好的因素 我自己就不算看到 轉好機會率很高 我之前跟你說 我都說衰到鐵地才可以上升 現在就未曾衰到鐵地 但是因為它不斷印銀紙 所謂鐵地 可能的價格都不是 真的錯了下去的鐵地 而是人家都升了 你沒得升 好了 今天和阿施先生暫時 我們預測樓市 就談到這裡